欢迎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节目是给大家加个餐 因为昨天爆发了一件大事 俄罗斯汉人入侵乌克兰 乌克兰战争全面开打 所以借着会员节目 想跟大家聊聊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这个事 当然了咱们聊并不是聊战争本身 因为现在战争刚刚进入到第二天 网络上各种消息铺天盖地 有真有假 假的多真的少 所以也都别着急轻信 甭管你是挺俄还是反俄 都没来得及 都不要着得及激动 离激动还早着呢 离尘埃落定还早着呢 咱们讲历史跟新闻一个最大的区别 尘埃初起是新闻 尘埃落定是历史 所以现在俄乌战争是尘埃初起阶段 这其实不归历史学讲 历史是讲尘埃落定阶段 所以咱们就想跟大家在这一期聊到什么呢 就是历史上俄罗斯的这些个对外战争 太远了 咱没必要讲了 伊凡雷地怎么征服喀山汉国 那也就太让人不好懂了 历史上太远的事 咱不讲 咱就讲这200年来 俄罗斯频繁的对外侵略扩张 这200年来 他一共是经历过6次大的战争 咱主要就把这6次战争跟这次乌克兰战争做一个对比 咱们捋一下 哪6次大的战争呢 分别是拿破仑战争 这是俄罗斯进行的第一场大规模像样的战争 跟像样的对手打的 以前没跟像样的对手打过 以前打什么土耳其 打瑞典 打普鲁士 当然普鲁士还像点样 是这样 然后你比如说像拿破仑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 日俄战争 一战 二战 还有就是阿富汗战争 他一共这200年打了这6场战争 跟今天的乌克兰战争 它都有相同的地方 咱先说这6次战争除了2战 俄国算是赢了 捞到好处了之外 剩下5次战争都是没有捞到好处的 拿破仑战争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格局 虽然拿破仑被他打败 也不是被他一国打败的 还是英国什么 连了整个欧洲的力量打败了拿破仑 但是他自身也是元气大伤 虽然亚历山大一是趾高气昂的进入了巴黎 格萨克骑兵可以在香榭里上大惊让马拉使 但是他没有捞到什么实际的好处 克里米亚战争就更不用说了 大败亏输 一败涂地 一战不用说 二战捞到点好处 日俄战争也不用说了 也是大败亏输 虽然没割地没赔款 但是第一次白种人被黄种人打败 然后阿富汗战争那就更不用说 那么你说他六次战争除了一次赢 五次全是输 他为什么还要打这个战争 归根到底是他的经济问题 归根到底是他的经济问题 他只有通过无限的扩张 他的经济才能够发展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你看咱们说工业革命一完成 西方帝国主义列强 纷纷进入到工业时代 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就占有了压倒的优势 英法美俄日成为帝国主义六强 怎么着 实际上俄罗斯在这里边非常勉强 俄罗斯他一直是处在一个半工业化的时代 我记得我看莫代沙皇那个电影 沙皇要对德国宣战 大臣就劝他别打 说我们除了人多什么都少 我们现在就停留在拿破仑时代 我们什么都没有 铁路什么工业我们全都没有 对吧 所以他就是一个半工业化的时代 你表面上看他的经济体量够大 那是因为他人多地皮大 他经济在世界中的体量甚至超过了法国 在一战爆发前 法国占世界的6% 俄罗斯占8.3% 他甚至超过了法国 但是呢 他的这个工业化程度是远远不及法国 甚至他要靠法国银行家的书写 才能维持他这种半工业化的格局 从经济上结构上看是这样 你从这个国民收入上看 他的这个国民收入 那几乎是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 大量的俄国人仍然没有摆脱这个农奴的那种赤贫身份 居住在这个这个简陋的房间里 没有什么基本的生活资料 所以呢 这个他的这个经济受到这个底层老百姓收入有限的 这个极大的拖累 因此从沙俄帝国到这个苏联帝国 甚至到今天的新俄罗斯 他的经济其实结构都是很脆弱的 非常的脆弱 这种脆弱的经济结构呢 也就涉及到一点 他跟欧洲挂钩极少 你看那个我在2006年和2016年两次到过俄罗斯 一次是这个就是我们单位组织这个考察旅游去了一次 16年是我们拍原油去了一次 是吧 你就可以看到 咱就说别的 你在俄罗斯买不到任何他本国生产的像样的商品 就是巧克力 套娃 还有我最喜欢的那种西制的冰儿 然后就是那大毛帽子 估计都是假的 没得一屋 什么那么围巾 刁皮大衣 除了这个你买不到任何像样的商品 超市里连酸黄瓜都是进口的 你说一个国家什么都生产不了 什么都生产不了的话 那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结构 你说他他脆弱到什么程度 所以他没有他除了石油天然气 他没有什么东西可往外卖 因此他的这个经济啊 就是这个跟欧洲 乃至跟整个世界都是隔绝开的 是一个完全自成一统的这么一个帝国体系 就内卷的这么一个体系 因此他对外宣战成本极低 那我没有什么需要你的地方嘛 我说打你就打你 打完了 我能抢了点就抢了点 抢不着就拉倒 所以这就给人的印象 俄国在历史上非常具有攻击性 你动不动就出去打人家 其实你琢磨 六次战争 五次输 其实中间还有苏芬战争 七次 六次输 六次输就一个二战营了 对吧 所以这个他们为什么敢这么干 你老屡战屡败 你还屡败屡战 就是因为你对外战争 最起码不会在商业上 外贸上给国家带来 给国家带来任何的损失 欧洲国家就不行 对吧 你像英法德这些国家 对外贸的依赖程度非常高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不可能打 一打 这国家经济就完蛋 外贸就完蛋了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 但是俄国你宣战的成本低 并不意味着你打仗的成本低 所谓大炮一响 黄金万两 不是说你大炮一响 你要挣万两黄金 是你要先掏万两黄金 然后你挣不挣的来万两黄金 还两说着呢 俄国的经济本来就极其脆弱 所以每一次战争打下来 基本上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拿破仑战争之后 12月党人起义 要推翻沙皇 对 克里尼亚战争之后 沙皇被迫 老沙皇的绝望中死去 甭管是自杀 还是脑溢血 还是心梗 还是心灌 不知道怎么让他死了 新沙皇一继位 赶紧搞这废奴制改革 日俄战争直接就引发了 1905年革命 一战就爆发了二月革命 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 灰飞烟灭 然后就完蛋了 二战虽然是勉勉强强 建立起一个大帝国 但是这个帝国怎么样 几十年后也解体了 这个解体的直接原因 就是阿富汗战争 阿富汗战争花了840亿卢布 这些年花了840亿卢布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方 那么计算的话 这840亿卢布和4000多亿美元 不像现在 一卢布和七分钱人民币 840亿没多少 那也不少 也不少 人民币好几亿 那会儿 卢布是比美元值钱的 这么一平均和4000多亿美元 直接就造成帝国脆弱的经济 彻底崩溃 给它雪上加霜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它就完蛋 所以虽然你 打仗的 你宣战的成本低 不像别的国家心里有顾忌 不敢轻易宣战 但你打仗的成本可一点都不低 是吧 可一点都不低 所以现在俄罗斯差什么 就差钱 是吧 这个2020年的GDP只有1.48万亿美元 在中国排在 按中国各省份排名 排在广东江苏之后 跟浙江齐平 就是在中国 一个省 它都只能排第三 1.48万亿美元 财政收入只有2100亿美元 军费617亿美元 这617亿美元 如果要打美国的阿富汗那种战争 就够打半年了 就完了 所以你想啊 现在他入侵乌克兰 实质上跟这6次 或者加上苏芬战争 这7次情况类似 可是有一点 可是有一节 今天的俄罗斯可严重依赖外贸 对不对 它的这个石油天然气出口 占它政府收入的这个40%左右 就国家的这个GDP的40% 是依赖这能源出口的 所以战争一打 经济立刻腰斩 这个天然气什么这个股票 跌了54% 卢布现在合7分了 合7分了 所以现在是抄底了 中国光棍抄底俄罗斯大妞的最佳时机 也可以再等等 没准还会再往下跌 对吧 然后那个杜马被人泼漆 各个城市都爆发了人民的反战运动 上街游行 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 乌克兰反俄情绪十分坚定 一个大饥荒 30年代一个大饥荒 在斯大林统治下 乌克兰饿死了1000万人 号称欧洲粮仓的乌克兰 饿死了1000万人 所以反俄情绪十分的激烈 因此俄罗斯打这个仗 实在不知道他怎么想 得不偿失 而且也不像咱们想象的那样 说乌克兰军队一触即溃 不是这么回事 蛇岛十三勇士 坚持不详 最后全部壮烈 壮烈殉国 是吧 而且你突入到机场的这些人 也全部被人消灭 突入到基辅机场的那些人 全部被人消灭 不知道这个普京是哪根鞋搭错了 这么胡来 历史上俄罗斯所有的对外战争 都是这样 打赢了能获得一点经济的好处 一旦打输 帝国就有崩溃 濒临崩溃的可能 所以说不定俄罗斯打乌克兰 是中国千载难逢的良机 一方面吸引了欧美国家的这个注意力 另一方面说不定将来什么海神莱 什么布拉格维森斯克 柏利 都有可能收回中华秋海棠业 能归于一统 好 这个节目咱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下次想到了什么更好的话题 在下一期节目里接着聊 谢谢会员朋友们